鸡蛋和肉馅存起来 你即将解奏一个天花板吃法 特别好吃的鸡蛋肉卷 这样做出来的蛋卷 拿来下酒解馋 真是绝了 口感鲸嫩不油腻 现在就来揪你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三方肥 七丰瘦的猪前腿肉 因为前腿肉吃起来会更加的嫩 不会发柴 咱们把猪皮切掉 猪皮的口感太硬了 这里就不加了 今天这块肉花了十块钱 我们这里现在是七块钱一斤 切下来的猪皮不要扔掉 可以留着左猪皮冻 或者是卤着吃 将去皮的猪肉改刀切成片 喜欢吃更香一点的朋友 可以选择五花肉 将切好的猪肉片放入绞肉机中 盖上盖子 直接将肉搅成肉末 搅好的肉末倒入大碗中 这里不要搅得太碎了 保留一些颗粒感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葱 先给它划上几刀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放入肉馅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肉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的姜末同样放入肉馅中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白胡椒粉 一勺花椒粉 半勺白色食盐 一勺黄色鸡精 两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上色 最后再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馅料和调料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匀后加入100克红薯淀粉 再加入刚刚烧开的热水 把红薯淀粉烫一下 热水要少量多次地加 边加边搅拌 红薯淀粉烫过后 做出的产品口感会更加地筋道 Q弹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两大勺干淀粉 再加入少量的清水 将淀粉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匀后 将淀粉水加入到肉馅中 再将馅料用手抓拌均匀 将馅料和淀粉充分地融合到一起 最后搅拌成比较粘稠 有一点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旧传的大碗 打入几个鸡蛋 将鸡蛋充分地搅拌 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干淀粉 一勺白色食盐 加入少量清水 化开淀粉 搅拌一下 搅拌至没有颗粒状就可以了 将淀粉液加入到鸡蛋液里面 这样做出的鸡蛋皮不容易破皮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个鸡蛋 再加入一勺面粉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调成没有干面粉的蛋液 取出平底锅 将锅烧至微微发热 加入少量食用油 用一张厨房纸巾将食用油涂抹均匀 加入一勺蛋液 晃动平底锅将蛋液摊平摊均匀 摊鸡蛋饼要全程开小火 煎至鸡蛋饼 一面定型后翻个面 将另一面也煎一下 接着煎下一张鸡蛋皮的时候 锅里面不用加油 厨房纸巾已经吸满了油 用厨房纸巾擦一遍就可以了 取出一张鸡蛋饼 放入咱们调好的馅料 用铲子涂抹均匀 鸡蛋皮边缘处 预留出两公分左右的位置 涂抹均匀后 再从中间向上卷起 这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预留出来的位置 要涂抹上鸡蛋液 鸡蛋液在这里起到了拧合的作用 这样一个蛋卷生坯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身坯放入针梯上 再用竹签在蛋卷生坯上 扎上小孔 防止在针的过程中起包 然后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 开大火收开 开锅之后开始计时 中火蒸20分钟 趁这个时间咱们来准备一个蘸料 准备几粒大蒜给它拍扁 再将大蒜剁碎 剁成蒜末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的小葱同样放入小碗中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再加入刚才烧开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白色食盐调味 一勺白糖提鲜 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老橙醋 充分地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将蒸好的蛋卷取出放凉 放凉之后 斜刀切成片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蛋卷 特别的Q弹 有嚼劲 蘸上料汁吃 真的是太香了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 都很不错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顾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都在我们下期再见 we going 哪 중 我 pergunt 这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